他叫燕小霞,中原人士 从小就被当作骨儿遗弃在山下 有幸被一枚道长收养 而后长大成人习得各类除妖术 并学有所成 如今妖魔横行虽说百姓不得安省 不过他这身手艺 倒是不用处处有求于他人 这位自称侯三 估计是觉得自己生得丑陋 一直戴着戏班子的孙侯面具 连燕小霞也没见过他本来的面目 拿着铸铁棍还真当自己是大圣爷了 虽然完全看不出师从和温 不过身手确实了得 就是这一身毛发 实在是有些不修蝙蝠 而这位人兄那就好很多了 口音听着不像本地人 他说他叫努良 区区一见浪人而已 飘扬过海来到这里 从未见过他出手 不过此地这般凶险 却能毫发无伤 想必也绝非等闲之辈 就是这样一个挺复古的开局 打开了冯魔榜的故事 中国武侠神话 加上日本剑客的三人组合 然后有一种吃烤鸭蘸 筋膜酱的位置展开 三个人画风完全不同 打怪升级的公路片 就还挺新鲜的 品牌名叫飞丸玩具 上来先没介绍产品 反而是先塞给我一本漫画 产品里附属了 这本漫画只是开头 介绍妖怪是怎么来的 人们束手无策 只能去寻求奇能异事 六寸人偶初见 我甚至带着点惊艳的心情 这个面向着实不错 整体片写实的风格 加上丰富的配件和不一材质 以及不错的坠手感 关键不再是浮夸的夜游风 更贴近传统的古朴造型 如果这是小时候闯关的街机游戏 这三位角色 你会选择操作谁呢 严小霞自幼无父无母出生 便跟着一枚道人 潜行学习除妖术 身上的配件道士 并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只是师父曾经说 要以此剑替天行道 而严小霞自己的道 则需要他自己去寻找 不得不说 他在火法的修炼 尤为天资过人 那熊熊大火迸发 垂火化福的能力 也是越发的熟练 不但能在一瞬之间 打出一道火符质地 还能将熊熊烈火引至剑身 有那么一瞬间 我看到了八卦中的篱卦 切火煮外缸内揉 虽说严小霞平时颇为莽撞 不过心地却十分善良 准备下山封魔之时 只见严小霞整顿好了行囊 带着围巾和斗笠就出发了 手型一大堆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捏着葫芦的手拉 这个时不时可以拔开塞子 喝两口的习惯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八卦镜佩戴于胸前 看来此番必是一场硬仗 腰间的那块宝玉 师父传给燕小霞的时候 只说要好生保管 关键时候定能起到作用 别看真如他人所说的 平平无奇 真到蜂魔之时 炎龙上身的景象 可比妖怪还要害人 双目流光 头顶悬缘之火 紫色的月光照在他的身上 只怕是连妖怪看了 都要退避三射 所谓话久摧伏护 护城皇 若离仗界 游四方 愿饮一枪 轩辕火 荡遍世间 千万魔 说起侯三这次 也算与他不打不相识 从未见过他取下面具 一身孙悟空的扮相 倒是有模有样 只是那稀里的大圣爷 又怎会如他这般落魄 说起那天被困夭州 被一座山的妖怪追杀 厮杀了整整三天三夜 那铸银棍都断成了两截 能活到这儿 真是有够狠的 一身的臭味怕是几十年都没洗过澡了 不过胸前的佛珠 倒是被他盘得苛刻正亮 后来的事情证明我的猜测是错的 牙真是一只猴 而且还是只妖猴 面具之下就是一张猴脸 额头上还像模像样的戴了个钢圈 我说这小子一身毛发 许是男子气概 原来他娘的是一身猴毛 怪不得平日里也不知道 从哪就能掏出两根香蕉 跟他药还渴我急眼 第一次见到他这般模样 我不自觉的掏出了兵器准备来他个就地阵法 未曾想他仅凭蛮力就把师父教的定身术给破解了 那呲牙咧嘴的德性比妖怪还妖怪 一瞬间这铸铁棍仿佛真就成了定海神针一般闪着金光 挥舞着铁棒的力道之大 甚至让棍子都变了形 可如此野蛮之相却会活用佛法 一记铲掌要不是我躲闪及时 怕不是能让我去西天见了佛祖了 可笑 我堂堂除妖师烟小霞 绝不会犹如师们 正当我动起真格的时候 奴良竟然出现在了我和侯三中间 待到两人都冷静下来 他才说出了一段曾经的故事 所谓取目为之终必弯 养狼当犬看家门 善恶到头终有报 哪有凡人做神仙 没有人知道奴良是怎么来到夭州的 操着怪异的口音 好像刚学会说话 听闻日出之国 倒是有一类符合眼前描述的剑客 看来传闻是真的 不过奴良远道而来 适合目的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就是不知道他老家那边 有没有人觉得他长得像假面骑士空火 第一次见他时下着大雨 他的穿着并不常见 那大裤兜子不怕被虫咬吗 穿着遮雨的披肩没有打伞 看来走得匆忙 斗笠也破破烂烂 许是路途遥远 平时寡言少语 不过为人倒挺和善 疑似与侯三纳斯争的面红耳赤 还是努良从中言和 二位方才已久战除魔 何必为此大动干戈 你看我这里还有点饭团和一壶撒击 不如先吃点东西吧 说吧便从腰间掏出了一杆烟 啄了两口 努良的腰间总是配着一把武士刀 看来也是有些伸手 只是他身上总是让我感觉有些异样 或者说是有点良意 因为他总是时不时看看胸前的玉佩 又或是拿着那怪异的面具沉思 直到有一次我们遇到了一大群妖怪 努良才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刹那间黄沙地开始刮起寒风 只见他的右手被冻成了冰雕 斧过的刀刃时而变长 时而冰斓 时而又成了冰刀 那刺骨的寒冷甚至让我想摧拂生活 愣神的功夫 眼前的那群妖怪已经成了一块块的冻肉 寒气散去才见得真容 头身长脚银发披肩 双目幽蓝 嘴唇发紫 这难道就是师父曾经提到过的半人半腰 可只会作恶杀戮的腰 又怎么会以此番模样出现 或许只有继续走下去 才能知道答案了 所谓人妖疏途皆同源 风魔不过谈笑间 无奈人心多险恶 却能自信最风流 而可动关节相对常规 不过肩膀的位置倒是做出了蝴蝶关节 尤其是在布衣的加持下 做起动作来还是蛮自然的 不过抬手的时候会有些折扣 手臂膝盖都可以完美贴合 腰部分为两段式 左右幅度都比较在线 材质原因在弯腰到一定程度后 会出现一点回弹 脚踝接地性还不错 因为三款基本上都是同一套可动关节 所以可动也都在这个幅度 可动表现算是在水平线以上了 999一套的售价 细节度加上配件量 只能说飞完这一波是在交朋友了 当然只喜欢其中一个 也可以399入手单人 又或者是299的单人减配版 这个配置也是给了玩家更多选择 而官方后续还会推出角色用的配件包 玩法还能进一步扩展 加上漫画后面留下的悬念 下一位推出的角色 很有可能就是这位了 好了 这一期的花束四方菜 还得是咱们传统菜系 不知道各位感觉是不是很对味呢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最后喜欢节目的话 还请多多投币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我是花束 我们下期风波榜 再见